诈骗非常的猖獗 就连减肥名医也连带受害 您看到我旁边这个网页 他是假的 假冒邱正宏医师的名义 做得非常的真 不只一般的民众可能会受害 就连一人利金 他也被类似的手法给唬了 实在很懊恼 57公斤的利金 为了让身材再小一号 看到网络上邱正宏医师的减肥影片 就私讯想买产品 花了9000元 收到两小罐便宜绝粉 当下觉得有点怪 因为报上名字 对方却没反应 明明是西医却用中医疗法 回播给对方 接起来却是满满台湾国语腔 确定遇到冒牌货 丈夫马上透过宅配冻结这笔钱 利金也透露有朋友是警政夫人 对方也受害过 那这粉砖到底有多像 连我身边最亲近的我的夫人 都真假莫名的 对 连我看了都说 我的网站有做得这么好吗 不只大喇喇用本尊名字照片 甚至括号已授权 连认证蓝勾勾也copy 有民众好奇发问 哪个粉砖才是真的 还称我们就是正版啦 和艺人曾婉婷的影像 曾被恶意剪接在一起 甚至收购存证信函 医师强调所有咨询 都是面对面才有爆炸 其实在去年第一时间 四月份我们就报案 经过了十个月的调查 回函是说这个诈骗集团 设在境外 那你拿它无可奈何 这个账号不是他们的 那区域电话也不是他们的 事情严重到立委 向卫福部长提出咨询 资讯爆炸时代 切记别贪图一时之变 赔大笔远往前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